現在進行第十一條 請宣讀條文 中央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 於本條例施行期間之舉債額度和計數 不得超過該期間總預算及特別預算 稅出總額和計數值15% 本條例施行期間 中央政府所舉債之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成餘額預算數 應依公共債務法定五條第一項規定辦例 為因應各項防治及疏困振興措施之緊急需要 各相關機關的報警行政運同意後 於第一項特別預算案未完成法定程序前 先行之付起一部分 委員自民宗等提案第十一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台幣2200億元 並得視疫情防治產業紓困及振興需求增加至3300億元 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 其預算編制及執行不送預算法第五三條 及第六十二條之限制 前項所需經費來源 得以以用以前年度歲計剩餘或舉介賬務致命 為因應各項防治及疏困振興措施之緊急需要 各相關機關的報警行政運同意後 於第一項特別預算案未完成法定程序前 先行支付其一部分 時代煉浪黨團修正動一定是一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台幣2100億元 並得視疫情需要 邦經立法院同意 以不超過原預算額多類 再編列特別預算送進立法院審議 其預算編制及執行不送預算法第六十三條 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之限制 前項所需經費來源 得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剩餘或舉介賬務致命 及每年度舉介賬務致命度 不受公務政務法第五條定期相規定制限制 中央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 於本條例試行期間之舉债額度和計數 正該期間總預算及特別預算 歲出總額和計數之比率 不受財政紀律法第十四條第二相規定制限制 本條例試行期間 中央政府所舉介之一年以上 公共政務未成餘預算數 因應公共政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為因應各項法制及索固執行措施者解決需要 各相關機關得報經行政業同意後 於第一項特別預算案未完成法定程序前 新型支付其一部分 民主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十一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台幣2,100億元 並得市疫情狀況 執行率達60%以上報經立法院同意 以不超過緣預算額度內在締列特別預算送起了立法院審議 其預算編制及執行不受預算法第23條第60條及第63條之限制 前項所需經費來源得以以用以前年度稅計剩餘或舉借債務之一 即每年度舉借債務之額度不受關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七項規定制限制 中央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與本條例施行期間之舉債額度合計數 正該期間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最初總額合計數值比率 不受財政紀律法第14條第二項規定制 本條例施行期間中央政府所取介之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長預算數 因依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為因應各項防水及紓困證新措施至緊急需要 各相關機關得報經行政院同意後 於第一項特別預算案 為完成法定程序前先行支付其一部分 國民大法團出陣動議第11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台幣3100億元 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 在機關別中其預算編制及執行不受預算法第53條第62及63條本文之限制 前項預算中屬於事業之紓困證新部分 應提拨一定比率提供紫強市縣市政府統籌運用 其中之一定比率 由行政院會同各紫強市縣市政府定制 第一項經費1000億元 應作為國民索困補助金 以現金發放給國民 索困補助金排付標準 申明資格集合發辦法 由財政部會同勞動部會服務定制 第一項所需經費來源 得以應用以前年度歲計剩餘或舉借債務之印及每年度舉借債務之而度 不受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七項規定之限制 中央政府總算及特別預算 於本條例施行期間之舉借額度和計數 正該期間總算及特別預算算出總額和計數之比率 不受財算紀律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本條例施行期間 中央政府佐舉借知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成為預算數 應依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為因應各項防治及索困振興措施之緊急需要 各相關機關的放進行政運動以後 於第一項特別預算案未完成法定程序前 新型支付其一部分 民進港版團修正動議第十一條 本條例所需經費雙限為新臺幣二千一百億元 並得視疫情狀況 已不超過原預算額度內再編列特別預算 送請立法院審議其預算編制即執行 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三條第六十二條接近六十三條之限制 但經立法院審議删除或相檢之預算項目不得留用 其向所需經費來源 得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剩餘或舉借債務之印 其每年度舉借債務之額度不受公共債務法第五條 第七項規定制限制 中央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 於本條例稅行期間之舉債額度和計數 正在期間總預算及特別預算 歲出總額和計數之比率 不受財政紀律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制限制 本條例稅行期間 中央政府總結之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常預算數 應依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為應用各項防治及紓困振興措施之緊急需要 各相關機關得報進行證件統一後 於第一項特別預算案 未完成法定程序前先行支付期一部分 選舉為必 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次代表發言 第一位請賴香凌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今天談這個紓困條例2.0的版本修正 第十一條是很重要的關鍵 重點在於整個金額的上限的部分 我想在2月25號通過這個特別條例的時候 在第十八條呢就採納了民眾黨的建議 要在三個月內呢提出這個書面報告 在六個月內呢院長要來做私政報告 這次非常多的委員在黨團協商的時候 也用這一條來要求行政院 所以昨天行政院就先送出了第一次的書面報告 但是在裡頭執行率看起來 還是很多數字不明確 甚至因為上部的這個方案還在研議當中 所以看不到執行率 這是我們認為現在要進行這個紓困2.0 在特別條例裡面 一定要加強這個部分的精神 所以我們在條文的設計上 第一不反對現在基於疫情的擴大 或者是整個延長賽馬拉松需要更多的這個資金 挹注要提高到2100億 那同時如果說照其他政黨一直期待的加碼 發現金總是要有一個必須的程序 也就是我們認為的到一個執行六成之後 再啟動第三階段或各位認為的更急需的一個 第四階段 因此在條文的設計上 我們是疫情情況呢 執行率達六成以上 報經立法院同意 就可以在2100億之外呢 再增加另外同額度的預算 那同時這個就不受相關這個法規的限制 那基於這樣的原則跟精神 我也很期待朝野政黨都能夠支持民眾黨的這個版本 因為既然大家都希望能夠加寬加快加碼 那為什麼不再執行跟財政紀律的本身 回應國人對於我們認為 錢要用在道口上的一個立法監督 跟立法的這個效益 如果沒有執行率作為一個門檻 像現在已經執行兩個多月 很多的這個不管中小企業 或者是一般勞工 甚至我們認為的大企業 都還是認為紓困的方式 紓困的力道 是不是都只看得到吃不到 雨露均沾雨有下了 可是露在哪裡大家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們認為既然要第二次的修正法案 還是要在立法的內容上面實質的去 增加一個執行上面的檢核 以及執行上面的要求 那另外在對象上面我想 行政院一再講 這次會增加大概三百萬人的整個照顧 我們也要問三百任裡面真的會如實嗎 以這次的勞工充電計畫來講 目前實施無薪假大概是一萬五千多人 可是充電計畫只有六十幾家 大概兩千零八十幾位的勞工 正在充電上工 執行率只有百分之十三 如果是這樣的方式 我們為什麼不要求 勞動部應該要執行率達百分之五十 這就會讓行政單位加快腳步 同時對該照顧的對象 真的落實去照顧 接著請林維州委員 針對第十一條主要就是這一次紓困2.0最核心的條文 那國民黨要再一次重申 我們主張編列在行政院版之外增加一千億 排富發現金免申請 對於民進黨在第一期的預算 我個人的評論有三句話 謹小甚為效率不張力道不足 尤其只對紓困振興的部分 對於防疫的部分 我們予以肯定 除了最近發生的敦目見群聚感染之外 事實上防疫做得很好 但是在紓困振興的部分 我們認為效率不張力道不足 而我不是隨便講 過去已經執行接近一個半月的第一期的預算 執行率多少百分之九點多 為什麼 紓困振興啊效率是最重要的 因為它有時效性 等你紓困到位 企業都倒了 那紓困就沒有意義了 為什麼我們通過的第一期預算 一個半月左右 執行率不到百分之十 為什麼 好我們看到第二期送進來了 疫情繼續蔓延對於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 我們同意我們支持紓困2.0 我們希望行政院可以記取第一期執行不利的這樣的教訓 結果我們看到這一條的核心條文 雖然編列足夠的預算 但是在現金補助方面 行政院也強調他們要補助弱勢 要錢要用在刀口上 我們都支持我們都同意 但是問題是你所謂的補助現金 限縮再限縮 條件非常嚴苛 我想他會再一次重蹈第一期執行不利 效力不張力道不足的情況會再一次發生 國民黨版本很簡單 就像各國的版本一樣 要快速有效 排富 訂定百分之二十五前二十五所得的人排富 其他的就是普發 接著請林憶華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所有國人都知道 國民黨與民進黨對紓困最大的差異 在於有沒有國民紓困金 行政院版的紓困只針對特定族群 特定勞工給予薪資補償或是個人紓困 這些預算早在行政院送特別條例修正時 就已經編列完成大肆宣傳 相關預算 行政院上支財政紀律 不敢直接修正財政紀律法的門檻 如今卻被民進黨打開了 民進黨黨團 在配合行政院所有預算外 還額外加碼 給了行政院兩千一百億的空白支票 民進黨黨團 儼然自願把立法院當成行政院的附庸 不但配合演出 更預算加碼大放送 空白授權 開創前所未有的行政立法惡例 面對紓困 行政立法沒有必要對立 但也不該自費武功 放棄監督 所以在這邊 我們再次呼籲 能夠接受國民黨 排富發現金的版本 也期待民進黨不要用國會多數 來阻擋台灣的民意 國民黨的版本 排除了前25%的收入者 而且呢 我們把23800 退休收入超過23800者 都完全地排除 已經兼顧個人紓困 與國家財政之間的平衡 國民黨的版本 也沒有排擠行政院現有的計畫 國民黨的版本 不用申請 沒有任何繁複的手續 可加會約1500萬到1700萬人 而行政院的版本 不但要符合行政院一刀切的條件 更有繁雜的申請手續 最後卻也只能加會約300萬的民眾 原來全台灣有2000萬人是行政院眼中 不需紓困的富人 難道政府存在的意義只是服務小眾 而非普羅大眾 最後民進黨委員批評國民黨版本的紓困方案 是拿107年度的索得資料計算 但是昨天勞動部公布的最新紓困方案 也是拿107年度的索得資料計算 但卻沒有看到任何一個民進黨立委批評 所以真的是永遠雙標的民進黨 而且說到我們說現今會存起來 才是真正與現實脫節 現在雖然有疫情 但多少人現在收入減少 甚至是零收入 執政黨有沒有用心感受普羅大眾的心酸 所以在這邊不願意了解國民黨的版本 不願意理性討論 一味的抹黑在野黨 完全不聽國民黨的建議 所以在這邊我們還是要再次最後呼籲 排富發現金卡喜齋 排富發現金卡喜齋 謝謝 接著請吳秉瑞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我們今天在這邊討論的是紓困的方案 所謂紓困就是對真正遇到疫情而有困頓 必須要救濟的對象 才能夠花錢花在刀口上 國民黨的版本最主要的這一條 他說第一項的經費一千億元 作為國民補助金 以現金發給國民 他就算過他說把25%的高收入者排除的話 台灣還有一千七百六十二萬人 如果以他一千億的標準 每個人是拿五千六百元 那請問我們現在開計程車的計程車司機 那他的紓困 現在第一階段就每個月一萬塊要領三個月 那他們就領了三萬塊 如果照國民黨這樣的版本 你這個錢就是把真正需要被救助的人的錢給稀釋了 然後國民黨講說我們的方案裡面有排富 那這個排富問題是他的講法是 財政部會同勞動部衛福部定資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授權空白授權給行政機關 所以我說國民黨原來的版本 如果在網路上大家有看到 他是用所得稅的集計 沒有繳稅的所得稅5%的所得稅12%的所得稅20%的 結果計算出來結果所得稅20%以下 最高收入年所得242萬元的人 可能原來的照你們在網路上的版本可以領6000元 所以引起這個廣大的輿論民眾的反對 這些人以我們在座的立法員而言 我們的年收入200多萬難道需要6000塊錢的紓困嗎 我們當然是要把這個錢花在真正需要的這個受到這一次疫情損害的人身上 國民黨的政治邏輯很清楚 我發的越多 我撿石頭給自治黨單 然後我就可以在政治利益上收割 因為我要發1700多萬人的這個現金 將來本來不應該領到的 這一次有機會領到聽我的主張之後 他就會支持國民黨 這純粹是政治上選票的計算 他用這樣的方式想要獲得政治上的利益 但是我跟你講這樣子的做法 民眾是看在眼裡的 其實所有的人民眼睛是雪亮的 我相信台灣所有人在台灣這條共同的船上 我們所有人都願意把最需要紓困的人 給他多一點點的協助 而不是用這種雨露均沾 讓不應該得到紓困人也有機會 可以得到這些錢 用這樣方式去獲得政治的利益 我覺得這個地方應該是很清楚的 我認為台灣的民眾是有愛心的 他們一定會支持執政者把錢真正花給需要的人身上 而不是廣發現金這樣的方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接著請柯建民委員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我想交易即將通過 第十一條就是重中之重 但是我現在有八個質疑要送給大家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國家團結 要朝會合作 在防疫上面 我們看到國家團結 我們和蔡總統領導底下 包括行政院院長陳時中等等 所有的公務人員前幾的投入 包括要前女國民的配合 我們看到國家團結 所有人們看到我們被世界各國所肯定 接下來紓困 我希望能夠朝會合作 不是在吐口水 最近有一句話大家很清楚 叫社交距離 我今天要強調的是什麼 政治距離 政治的口水還飛沫 非常毒 那大家在談什麼專業不專業 還在那邊信誓半天 但是我告訴各位 政治距離越近的時候 以二的距離就越近 國民黨今天就是如此 為了反對 為了反對 我們來看看 行政院版本是什麼 行政院版本很清楚 也就是說 給該 紓困的人給他紓困 不是大傻幣 所以整個行政院版本的設計上面 總共這次1500億裡面 有1025億是在發現金 另外 我們剛才勞 勞保單基金上面有325億 所以總共1350億在發現金 這不是現金什麼叫現金呢 那我們怎麼設計呢 大家瞭解 全國總教育人口 勞動人口是1197萬 你們有44萬是失業的 那我們用另外的機制去處理 剩下1150萬 你們有勞保公保 有勞保公保 漁保農保都有 沒有保險的只有2.8% 就只有33萬人 這33萬人呢 我們用各目的設計資管機關 所有機制去處理 社會救護資去處理 我們要把錢用在刀口上 這是民黨版本 結果江安維一直講說 這個有741萬 我們這樣cover到400萬 有741萬是紓困孤兒 各位也了解一下 在我們在座所有各位 包括公務教人員 要用國民黨的版本的話 都要紓困 我們也沒有失業 我們也沒有減薪 講話你敢領嗎 你會說你敢領嗎 所以這個要講清楚 不要再混淆視聽 不要混淆視聽 這就叫專業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要告訴各位 請大家不要再口水了 國民黨甚至還有一定比例 要給地方統籌應用 這是要真功勞而已 國民黨的版本完全不可 來大家請坐 尊重委員發言 接著請陳焦華委員 來大家委員請坐 那個陳焦華委員要發言 大家尊重 來請坐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今天那個時代力量也有一個修正版本 修正動議 時代力量的修正動議 就是在請執政黨應該符合財政的紀律 在未來試疫情的狀況 如果要編列預算應該報經立法院同意 我再講一次就是要報經立法院同意 那報經立法院同意就是透過立法院 大家再來請示 在以執行的預算 是不是有完成這個執行率 或者是有完整的報告 還有後續要增加預算的這個計畫 能夠讓國人還有讓立法院能夠來同意之後呢 再編列 我們都知道目前執政黨所提的這個1500億 再加上原來的這個600億 在職業部分就是增加120多萬人 那增加120多萬人我們也了解就是有很多有需求的國人 他們在不列入這一次的紓困裡面 所以時代力量絕對相信這一次的紓困有所不足 有所不足 所以我們要體恤國人對於紓困的需要 所以未來執政長在增加預算的時候 然後應該要送立法院經過立法院同意才能夠編列 再重申一次請執政黨應該要尊重財政的紀律 尊重財政紀律 不可以像剛剛在其他在野黨所提的 不能夠這個不當的去編列增加預算 以上是時代力量五的意見謝謝 所有發言委員都已發言完畢 現在進行各黨團所提修正動議條文的表決 先表決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營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這邊 стен的瞬間 期間 都分析了 行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5人反对60人弃权37人赞成者少数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民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民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表决结结果出席97人赞成38人反对5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请问院会照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有意义 没有意义 第十一条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 在视频道合计党团修正动议议条文记